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一樣很熱 有一些午後的雷震雨 其實台灣附近還是有一些水氣 建議大家這個時候 如果你外出看到天空藍藍的 有雲拍一下 但是下午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另外這個33颱風 事實上它現在還在成長當中 目前來看的話 往日本東方海面接近 應該對我們是無害的颱風 這個33是香港命名的 很有意思 他是紀念香港的一個奧運的 金牌選手 這是蠻有意思的 那最近其實全世界都很熱 有幾個熱點 這個是美國 美國的西岸很熱 這邊森林大火 前一陣子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另外一個是非洲的北部 這個地方是夏天 赤道在這個地方夏天 還有一個就是中東一個熱 那另外在亞洲最熱的地方 我們台灣雖然有時候覺得很熱 可是最熱的地方在這個 新疆沙漠的地方 事實上這樣這幾個熱 有時候會很熱 有時候會更熱 那這個就取決於高空的大氣的環流 有時候這個高壓的配置 難為擺盪一下 南邊來的暖空氣 有時候持續的滯流 就炸成這種現象 或是說高壓盤距 像過去就是有高壓盤距在 日本韓國就會變得很熱 那我們台灣呢 前一陣子也很熱 也是颱風道的影響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的系統 但是呢就是典型的夏季的天氣 就是每天都很熱 午後有鎮雨 所以未來呢其實這幾天 台灣附近吹的偏東南風 下午的時候就會漲起對流雲氣 大概幾個小時 有時候西半部 早上也有一些海陸風環流 跟這種風合符合的這個雲氣 那另外呢 珊珊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珊珊颱風 目前是滿 這個對日本壓力比較大一點點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有可能會接近到日本這個地方 到底怎麼走 是不是跟這個雲氣颱風很像 我們就值得觀察 其實目前的預測 有機會是往日本方向接近的 的確是有些預測 不過還有一些變動空間 那最近呢 其實這邊呢 其實還是有擾動 可能是下禮拜這邊 就有機會會再發展成為颱風 不過我們覺得說還是等到 正式成為這個颱風之後 就是快要變成 至少快要變成颱風 之前那段才有預測的空間 不然現在呢 就太多的雜訊了 那最近呢 我們台灣天氣持續 等於是午後有局部陣營 大概未來這幾天都是類似的 北部呢 雨量呢 會稍微在未來幾天 會稍微減少一點點 不過呢 這兩天 週末這兩天 持續有塞巴 要稍微留意一下 各地的溫度呢 晚上的時候 有下雨就比較舒服啦 有時候有下雨也是一個最好的 這種把空氣變乾淨的 一個好的機會 那白天的高溫呢 大概都35度左右啦 大概都在這個邊緣 那各地呢 都是情勢多雲 偶有短暖性的鎮雨 塞巴虎的情況是滿嚴重的 也請大家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不要覺得說 我 都做好事都不會被雷公打 請大家不要這種念頭 點心的夏季天氣啦 早上請兩 午後雷震雨 預防中暑 早晚要防曬 下周呢 這個擾動發展還滿旺盛的 我們再關心一下就可以了 我 我 我